为了推广农业部的食农教育政策 淡水区农会每到夏天季节来临 都会邀请许多民众来参与食农教育 一日游的DIY活动 而这一次来到淡水中寮里的一处 香草后花园天空小品 特过进行一连串的DIY与食农教育活动 来让生活在都市圈的民众 有着认识自然生态的体验 而淡水农会表示 过去农会都会办理许多场次的食农教育 就是希望让大小朋友们 都可以学习到友善农作的观念 农业部食农教育创新整个计划 这是第二场次 那我们这场次是在天空小品办理 内容有DIY 存入DIY 还有那个意大利面制作 那个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体验 然后食农的那个乐趣 这个体验是很自然 让我们认识一些有机食品的成长过程 还有他如何制作一些对我们有利的 像刚才有那个什么存露啊 那个存露对我们来讲 才能是很好用的 而且很天然 还是要注重天然跟有机啦 学到很多 对 学到很多 而且看到是大自然 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杨慧表示这一次的活动 包括了生态导览 由天空小品执行长及工作人员 带着大家认识农场植物 以及所种植的香草等等 并且采收这些香草 制作成为香草爱草存露 另外还有这一次 特别邀请到淡水有机种植的讲师 梁素秋老师 来带着大家制作 青酱香草意大利面 成为这一次的首作午餐 更让学员体验到 自然香草植物的多样变化趣味 那我们除了休闲农场之外呢 我们也有我们的民宿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是有机认证的农场 所以非常欢迎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过来 那今天的话呢 农会带着这个团是主要的话 是来做这个食农教育 那我们今天的食农教育主要的就是 因为我们的园区整个都是生态的 生态的园区 那透过这个生态的园区 透过这个食物自然的这个生态链 来推我们的理想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想说让大家来应用我们在地的食材 那在地的食材之外的话呢 我们所用的呢 就是用我们现在盛产的大蒜 那还加一些坚果 然后再加我们的橄榄油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制造很好的青酱了 很希望大家多认识有机产品 然后多支持有机我们在讲到的食材 然后让大家都很健康 也可以在一个很健康的环境下生存 学人说这一次的体验很自然 让大家看到有机香草的成长过程 以及如何制作成为对人体有帮助的存入等等 而收获满满 对此天空小品也很开心能够与农会合作 由于本身就是休闲农场 有种植许多的香草植物 更是一座有机认证的农场 还有非常美丽的民宿 透过食农教育 也将自然有机的理想推广给大家 而农会也说接下来会持续的举办 不仅是发现淡水有许多美丽的景点 更是将吃在粒食健康的精神 让大家有更深刻的体验 记者许多艺淡水采访报导